要说台湾哪一个县市最老 澎湖肯定是严重老化的一个 根据统计 目前澎湖老龄人口比例极高 老化指数高全台平均近1.3倍 也凸显出当地医疗量能 和长照需求双缺的大问题 作为澎湖重要医疗与长照支柱的澎湖惠民医院 建筑主体 因常年风沙吹时逐渐老化 宣告将在明年开始动工重建 但5.5亿的重建资金却因为疫情影响 竟完成了一半 为了协助惠民医院重建计划 包括县长赖峰伟 前副总统陈建仁 吕诺瑟神父等人 目前都公开呼吁民众一同伸出援手 支持澎湖惠民医院重建计划 澎湖惠民医院院长陈仁勇表示 澎湖年轻人必须常年出外就业 但不少人户籍人未迁出 所以实际上 澎湖老龄人口比例 因比行政院统计的更高 长照需求更迫切 虽然澎湖县政府积极推动长照十几年 但是偏向离岛照护专业人力不足 所以在质量都比本岛相对来的不足 惠民医院是目前澎湖最大量能的长照机构 提供近三分之一的长照服务量能 惠民医院院长陈仁勇说 但建筑快不敌几十年来 风沙催残逐渐老化 疫情之下也更凸显惠民医院空间不足的问题 为了配合防疫距离与动线的规划 不得不让病人 长辈们的活动范围限缩 生活品质大幅降低 为了补足这些缺口 惠民医院重建势在必行 尽管重建不能再等 但重工在即的惠民医院 却因为疫情持续不减 已经延烧长达两年 让许多小额捐款 或定期捐款减少 或甚至停滞 目前募款进度仅到位一半 呼吁社会大众发挥大爱精神 一同帮助惠民医院重建之路 记者王海龙报道